好 中間先 前方以後 中間偏右 小畢 兩位右邊 好 下面也試鮮 兩位這邊再一張 好 中間再 好 然後左邊一點 打個招呼 好 在中間 明明大哥朋友 然後大姐朋友你們好 我是李倩大 這次看到李倩大非常的開心 因為剛剛得到這個講座 是跟這個李一胡一起合唱的 可以稍微聊一下 因為特別找到李一胡一起合唱這首歌曲的 這個一個想法 對 因為其實他做的音樂都比較有個性 然後沒有他自己的風格 那其實在我在我演的這張專輯裡面 一直想要找一個對唱的人 然後特別是因為他可以幫我 在專輯裡面親自的創作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當然他一口就答應了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他 而且不管在任何場合他都是 就是我使用他來幫忙我的時候 他都是毫無拒絕 然後非常意氣地來挺我 這樣 那 愛得太超過這首歌 是非常地Funk Old School的歌曲 也是我以往都沒有嘗試過的曲風 所以我覺得 謝謝李一鴻 在我的找模型的專輯 寫了這首歌 然後讓我突破自己 除了突破自己之外 其實這首歌曲最重要 因為它是用台語歌 台語的方式來呈現 對 然後就發現 現在大家很多人開始 覺得唱台語也是一種潮流的感覺 不是沒有錯 而且我們除了合唱之外 在MV裡面也添加了很多戲劇的成分 就是李一鴻也是演員 所以在跟他唱歌之外是一個歌手身份 然後又拍MV的時候是一個演員的身份 我就覺得跟他一起工作一起玩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我們很契合 然後呈現出來的風格 就會讓人家 就會有產生很多的想像空間 跟很多驚喜 而且其實前面兩次的那個Legas的表演當中 都有特別邀請他一起合唱 這次又再一次的站上我們台北小巨蛋 有更多人一起聆聽 一起演唱的感覺 謝謝HeadFM給我們這個機會 哎呀 謝謝 謝謝倩娜帶來的好音樂 那當然其實今天現場 我們也有很多媒體朋友 媒體朋友有一個想要提問的 我們再把時間也給你們聊 謝謝 對 今天有為了HeadFM 然後希望可以做一個比較特別的嘗試 想說用短髮出席量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新的形象 就是愛得太超過這首歌 他也比較特別 比較有Old School的感覺 所以今天的打扮會比較像 比較會跟以往都完全不一樣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次入圍金曲當下的心情是真的哭到完全不能自我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過能夠入圍 然後能夠站在金曲獎台上走紅地毯 因為也許它是我的夢想 可是我覺得好像蠻遙遠的 所以連想都不敢想 但當然這次能夠入圍三下 我覺得我是金曲獎給我最好的肯定 所以謝謝金曲獎 我真的不敢想 那 因為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張專輯是我們 所有的全體人員很盡心盡力的完成 然後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張專輯 我覺得 除了讓大家喜歡之外 我自己很喜歡之外 我覺得 能夠入圍三下的肯定 我覺得就夠了 這就是誰 這就是誰 勁敵嗎 其實因為 我在前一個禮拜 有聽了所有入圍者的 有聽了所有入圍者歌手他們的專輯 我覺得他們都很棒 而且有各種不同的優點 所以我不能夠去比較 我只能說 我覺得 我替唱台語歌這件事情感到很驕傲 嗯 爸爸有沒有很開心 會有很多感覺 你從來這裡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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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 我覺得也是因為 從早館音樂這張專輯單身 他才接受 然後認同我唱台語歌這件事情 所以 爸爸的肯定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嗯 這當天的服裝勒 因為女性一定會比紅台女不美 是 會不會這個關卡讓你自己的最緊張 其實這件事情我們也有盡心的準備 然後請大家敬請期待 現在先保密 謝謝 謝謝 當然也希望大家能好好地聆聽 雜播跟大家這張非常棒的台語專輯 右邊 再看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 美女朋友們稍微多一些些 好 最右邊 好 看到了 好 左手邊 謝謝 左手邊 好像還沒有拍 謝謝 好了嗎 好 左手邊 最左邊 最左邊 左邊三位 好 再回到中間前方 我們中間前方還有一個官方攝影 OK嗎 OK嗎 好 好 最後正中間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要把握一下時間 後面緊接 又有其他組的歌手藝人 會陸續來到我們北京下馬場中心 好 最後一個這樣拍完以後 就謝謝 今天辛苦了 美女朋友們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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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中間 謝謝 謝謝 謝謝